我们来看一下有关分割部分 那怎么样分割刚刚有提到 其实录制就是点两下 不过特别注意 如果要点两下的话 一定要先切到这个工作表 所以呢 这个程式部分的话 可能第一个部分 一定要是这个工作表 叫枢纽 所以Shift的枢纽点slate 一定要切过来 才能在这边点两下 不然的话 我印象中好像会出错啦 刚刚录制下来程式的话 来看一下 那录下来程式基本上 就是 刚刚 录下来程式的话 基本上就讲这样 就是 不过因为我们刚刚是没有切过来的动作 没有切到枢纽分析表这个动作 所以呢 其实理论上应该要在第一行 可能要自己补一下 哪一个工作表点slate 先拿这底下这个也可以 拿这个过来 那因为呢 将来我们会产生一个枢纽 所以呢 你就把这个名称 叫做 Shift 输入你有点slate 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呢 能够 当然如果你假设呢 不会还没办法写那个 全部人的 这个工作表分割的话 你可以先针对小米好了 先做一个 然后外面再包回圈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分两阶段写 所以你可以分两阶段写 第一个的话 游标先切过来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在B4的这个位置点slate 点slate就点两下的意思了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就是 select 产生一个selection 点show detail 那前面有没有讲过啦 其实 如果你select跟selection 其实select跟selection 就是先点 然后再针对这个选举区 做show 其实你可以改 比较简单 就是把这个select跟selection 都拿掉 把它两行变一行 这样更简单 其实就是 意思就是 这个B4在这地方 帮我做show detail 等于true 它就帮我把它 增加一个工作表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会 跳出一个新的工作表 不过那个名称的话呢 如果它叫小咪的话 那记得 理论上呢 我们要针对那个工作表 把它重新命名 那怎么样针对那个工作表呢 我这边先一步一步来跑 比如说先 先按F8好了 或设中断点也可以 假设我今天针对这个 先切到枢纽分析 这行我先倒过来 假设我游标在这里 然后我假设执行这一行 它会切过去 OK 然后呢 针对这里的B4 show detail 所以把小咪的完整内容显示出来 它会自动建一个新的工作表 不过这边也是个问题 它会跳到它的左边 OK 如果你要改的话 可能要自己再把它搬到右边去 好 那名称的话呢 要把它重新命名叫小咪 OK 可是呢 如果要把它变小咪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改 其实跟各位讲 其实你可以 可以 这个地方 一样点slate 这一行其实可以拿掉 不用点slate 主要是针对这个工作表的名称 要叫小咪 这个工作表的话 如果假设 你每次跳的不一定都是工作表 46 可能会是其他名称 所以你可以用一个 比较好记的方法 叫active 这个前面我们有用过 active shit 目前正被活动当中的那个工作表 点name 然后呢 把目前这个切换过来的就是active shit 当然你如果怕打错了 你可以先打小写 移开之后呢 假设手字变大写 表示你应该字没拼错 记得这个地方是只会有一个 所以记得不能加s 不是负数 它的名称改成叫小咪 所以这一行执行 OK 那当然这一行其实也可以拿掉 OK 好 那也就是说如果小咪 这样理论上 我们就做一个出来了 不过这边其实还可以再把它 稍微再改一下 比如说这个小咪这个名称 它以后不见得每一次都是叫小咪 所以其实有一个方法 这个把它删掉一下 OK 它的名称应该是在这边 也就是点的话是点b4 名称在a4 所以其实有一个方法 就是干脆我们可以在 先选取这个枢纽之后的话 得到一个n 一个变数名称 然后把这个里面的a1 资料先把它存在n里面 n是一个变数 意思就是把小咪的资料 先把它存在n里面 到时候的话这个名称 直接就叫n就可以了 OK 你想说老师 那为什么你不直接把 range a4 直接放在n 主要原因是因为将来 我们会多工作表 多工作表 如果你前面没有加上 工作表名称的话 那当然 就不行 所以 如果我直接 当我切换的时候 把这个记下来 那我就不需要在前面再加一个 工作表名称 我觉得这样写会比较简单 那这样的话理论上 我就做一个了 有没有 再跑一次 先把这个先记下来 所以在a1 应该是 现在没有 把它存 里面就放小咪 然后呢 跳出一个之后的话 把目前的这个叫小咪 所以因为刚刚我把它存在小咪 所以存OK 那一个OK 那当然如果其他每个都OK的话 基本上呢 我们就来修改一下 那改的方法一样嘛 就是这个地方 加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 第几列呢 第四列 到 第九列 当然这个范围将来 如果说你要追踪的话 你可以把它9改成向下追踪-1 因为最后有个总计 把它-1 然后并且把这底下这几行 把它放到for回圈里面 并且按一个TAB键 OK 这样就OK了 然后呢 我只要需要修改哪个地方呢 当然主要是更改什么 这个49 所以主要呢 这个4 有没有 跟A4跟B4 把它改成I就可以 不过呢 这边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 这个好像前面同学有问过 我印象中 就是说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不用Sales的话 那你变成你必须把 这个4 因为它是文字 然后你要换成这个变数的话 第一个先把这个4delete掉 移到它的外面 and I就可以了 主要是串 右边就可以 所以把这个地方改成and I 也就是说把这个变数 串在这个A的后面 所以第一次是A4 第二次的话A5 I是类推 那同样的方法 这个地方B 后面一样是串一个I OK 好 基本上应该写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分割工作表 执行一下 按F8好了 然后先切到枢纽 然后先把这个A4里面的之号 小咪没错 然后show detail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再把它 下一个的话 下一个的话 就再切到枢纽 对 然后再把它 这个应该A5 A5应该是小张 小张把它跳出来 然后再把它重新命名 OK 小张有了 一字类推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 一个一个一个 把它全部做出来了 分割 OK 那就是 这地方的话 就有12345 OK 那最后当然 我们就是再加一个分 就是删除 删除这个前面有讲过 所以 请各位可以 再看一下前面的说明 删除的话 其实最重要就是说 从最后一个 所以for I 等于shed.com 到第二个 然后呢记得 因为是反向删除 为什么反向删除 我前面讲过 然后呢就是把它delete掉 记得呢 前面要加上application.displace.learn 把那个 是否删除 关掉 OK 然后把它删除 这样就恢复了 OK 所以我刚刚的做法 一 是先产生一个枢纽 诶? 这个错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我刚刚 改 这个一定要改 这个table name 这个table name 跟这个table name 一定要一样 如果不一样的话 那就产生错误了 OK 把它删掉一下 重来一下 这应该就OK了 所以第一步的话呢 就是先枢纽聚集 有了 然后再分割 然后分割完之后呢 再删除 OK 那这样应该理论上 就完成第一阶段了 那第二阶段的话 就是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刚刚1 做一个按钮 然后切过来 2 分割 OK 然后3 就是删除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